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密室大逃脱第二集最近开始筹备了 上一季原班人马只请到了杨幂邓伦和黄明翰 其他三个人都宣布不来 现在节目组同时邀请了侯明翰和肖战 但两边都没有回复 最近鬼鬼的团队主动联系了节目组 想代替谢依林的位置 不过节目组觉得鬼鬼话题度太低了 而且它是水果台的综艺老面孔 没有什么新鲜感 现在鬼鬼找了水果台的高层跟节目主谈 而且鬼鬼之前跟水果台签了战略合作 片方很难推掉它 彭冠英最近成为了最被圈内看好的代曝小生 他的团队这段时间一直在接触代言 想跟着新剧《掌中之物》一起宣传 现在《掌中之物》还把王凯的孤城币的档期抢了 成功上新水果台 王凯这边完全没有料到 现在他们到处找关系和水果台的高层协商 不过彭冠英这部剧的势头实在太猛了 水果台肯定会顺着乐度割一波韭菜 彭冠英现在也不怕惹上王凯 他的团队发了很多通稿踩王凯的剧 杨子和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 最近进入了剪片环节 片方为了更快的过审迎合当下的社会主题 打算删减杨子和肖战的亲密戏份 增加男主肖战的事业线 不过片方这个决定引起了杨子的不满 杨子为了不影响原本的炒CP计划 已经带投资方下场向片方施压 要求片方恢复女主的戏份 而且亲密戏不能少 现在杨子还带了自己的人亲自盯着片方剪辑 导演因此特别不爽杨子 刘诗诗最近把他之前高兴挖来的baby前经纪人吵了 除了因为他并没有给刘诗诗撕到什么好资源之外 还因为弯弯资本那边有人想要他 刘诗诗为了讨好弯弯资本阵营 就顺了对方的意愿 现在baby前经纪人已经跑去带肖雅轩的小男友了 刘诗诗这边以此为窃机 特意去找baby弹劾 baby之前因为经纪人的问题和其他人抱团 对付了刘诗诗很久 刘诗诗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现在刘诗诗给baby推了不少的片约 baby团队已经暂停撕他了 拘禁一最近被公司逼着去买新人 但他的地位还没有稳定 所以他很难抗拒 这个时候消耗口碑去带新人 现在他非常想和刘良小生合作 为了拉拢人脉 最近拘禁一讨好了张大大 张大大之后也打算在朋友圈发两人的合照 不过护圈那帮人还是挺排挤拘禁一的 毕竟他的咖位最低 而且很爱拉踩趁乐度 所以拘禁一现在并没有真正的混入户区 对了他最近还一直死磕 和许位周的合作 但对方意愿并不大 刘亦飞进照很老气吗 眼看着花木兰 北美上映的时间越来越近 电影也正式进入了宣传期 昨天刘亦飞和导演 好莱坞报导者封面写真曝光 算上前面几次 这已经是刘亦飞第六封国外主流杂志封面了 而且好莱坞报导者 还是顶级主流媒体 本来是一件挺高事情的事情 然而仔细一看 这妆容 肤色暗黄 嘴唇无色 发型凌乱 老了不止十岁 原来的天仙 现在成了春妞 再看咱们国内拍的杂志写真 不说经收多少吧 起码还是典型的东方美 真不知道该说是刘亦飞变老气了 周丹和周一维又来了 这次他俩没有做妖了 改起秀恩爱了 前两天周丹的直播里 周一维充当了一次助手 虽然没有在镜头前面合体 却一点没有妨碍撒果粮 又是打情骂俏 又是撒娇抱怨 忍得朱丹数次在镜头前面大笑不止 再这样下去 估摸着CP超话 指日可待 最近乐播的上新剧还挺多的 孙丽罗靖的安家 黄轩 佟丽雅的完美关系 李一峰 江苏颖的 我在北京等你 粉丝之间 除了battle 微博热搜 另一个就是关注 每天的收视率变化 这几天就有网友质疑 李一峰的 我在北京等你 疑似购买收视率 凭什么依据呢 两个平台收视率 差距太夸张了 不免让人怀疑 有收买收视率的嫌疑 孙丽的亲妹妹曝光了吗 孙丽在电视剧 安家饰演的房四景 昨晚身世大曝光 原来她本名叫做房四景 是被扔到井里 没有死层的老四 小时候考成了全校第一 但是不给继续上学 要去打工供弟弟上学 长大了还要被亲妈不断的要钱 孙丽则发微博 透露了一个小彩蛋 剧里的小房四景 是由自己的妹妹孙业出演 很多人都知道 孙丽是单身家庭出身 一直跟着妈妈过日子 孙业呢 是爸爸再婚后的女儿 算来是孙丽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而这也不是妹妹第一次课唱 之前《甄嬛传》里面 妹妹就演过戏份不多的小玉瑶 长大了就成了徐璐 其实细看之下 姐妹两人眉目间还是有点相似的